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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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公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哥哥是老大 比姐姐大两岁 姐姐又比我老公大两岁 哥哥跟他儿子一家住在一起 嫂子前两年过世了 姐姐嫁到城里去了 平时也不回来 按我们这里的老规矩 女儿是嫁出去的 不用给娘家的父母养老送中的 所以婆婆的事不用大姑姐负担的 我们就去跟大哥商量 大哥说他是一个人了 靠着儿子家在生活 没法管老妈了 我老公说 那就由我们家照顾婆婆吧 反正我退休了 也不用去带孩子 我当时心里有点不愿意 明明是兄弟两家共同的事 怎么让我们一家负担 这不公平 婆婆也觉得不能这么办 但她也理解大儿子的苦楚 就说这样吧 谁家照顾她 她就把老房子留给谁家 也就是我和老公负责照顾婆婆 那婆婆百年后 她的老房子就归我们家 大摆子一口答应了 还说这主意好 大姑姐听说后 没发表任何意见 她说娘家的事她不管 于是 婆婆就住到我们家了 她的老房子闲置在那里 我开始每天照顾婆婆了 给她端茶送水 到时到尿的 我原本以为照顾一个老人 总比上班轻松吧 可实践下来 发现比上班累多了 好在婆婆不是很挑剔的人 我们婆媳俩合作的还可以 婆婆在我们家住了一年后 我觉得她的老房子 闲着也是闲着 既然说好给我们家了 那我就出租掉吧 我也不贪那些租金 租金用来改善婆婆的生活 给她多买些好吃的 用药时也多用些好药 她就少受些罪 在我照顾婆婆的五年时间里 大摆子很少来看婆婆 倒也没说我什么 大姑姐有时要来看婆婆的 但从没见她买些什么东西来 每次都是空空手来的 来后还要嫌我照顾的不好 挑三拣四的 我很反感大姑姐 她自己什么都不做 站着说话不腰疼 就挑别人的毛病 后来 我老公把大姑姐骂了一顿 说她既然嫌我们照顾的不好 那她就把老妈背她家去照顾 大姑姐很生气 认为是我在挑拨 才导致她弟弟发火的 从那之后 大姑姐就对我意见很大 总在外面说我的坏话 好像我是个 十恶不赦的坏儿媳一样 五年后 婆婆去世了 临终时 她又提到了老房子 重申了一遍 是给小儿子家的 婆婆还看着我 很真诚地说 孩子 这几年辛苦你了 谢谢 说完后 婆婆闭上了眼睛 再也没有睁开过 我服侍了她五年 虽然很辛苦 但我们婆媳感情一直很好 这份情义我们婆媳都记在心里 所以 虽然婆婆的去世 我们都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但我还是挺难过的 办完婆婆的丧事 我和老公以为没啥事了 我打算去儿子家看看孙子了 谁知 大摆子和大姑姐突然找上门来 说要和我们平分婆婆的那幢老房子 这让我和老公很意外 不是那幢老房子早就说好归我们了 怎么现在要平分了 再说就是平分 那也是跟大摆子平分 轮不到大姑姐呀 可现在大摆子和大姑姐联合起来 说我们不能独贪了父母的财产 我很生气 当初我照顾婆婆时 他们不来照顾 婆婆说把老房子给我们 他们也没意见 现在婆婆走了 他们竟然要平分房子了 那我照顾婆婆的五年怎么算 大摆子和大姑姐说 我收了老房子的房租 所以我照顾婆婆是应该的 我照顾婆婆的事 房租底掉了 所以老房子要平分 我说房租钱都花在婆婆身上了 我一分都没拿 可他们根本不相信 我和老公并不贪图那幢老房子 但大摆子和大姑姐这样的做法 分明是在欺负我们 结果可想而知 吵得不可开交 大摆子的儿子儿媳也来了 大姑姐的老公也来了 他们两家对付我们一家 我们寡不敌众 就请村委会的干部来处理 可清官难断家务事 当初婆婆说给我们房子的事 是我们和大摆子 大姑姐私下来里说好的 现在他们姐弟俩抵赖 我们没法证明 在大摆子和大姑姐的嘴里 我和老公变成既拿了婆婆的房租 又撕摊婆婆的房子 是天下最黑心的人了 村里人议论纷纷的 我和老公不知怎么跟人家解释 感觉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7这时 舅舅从外地儿子家回来 听说这事后 就叫上了村干部来找我们 我和老公很意外 舅舅会怎么断这桩家务事呢 没想到舅舅拿出了一张纸条 上面竟是婆婆写的遗嘱 原来 当初婆婆住到我们家后 有一天舅舅来看她 在我出去买菜后 婆婆把房子给小儿子家的事 告诉了舅舅 舅舅怕日后有纠纷 就让婆婆写了张纸条 婆婆就教舅舅保管了 舅舅原本以为用不到这纸条了 因为我们三兄妹没什么纠纷 婆婆的丧事也办得很顺利 谁知道丧事办完后 却发生矛盾了 所以她拿出这纸条了 因为有了这张纸条 在村干部的主持下 房子的事总算解决了 我和老公在村里的名声也恢复 大摆子和大姑姐也没想到 婆婆留了遗嘱 她们这才不说什么了 父母在处事财产时 如果不是每个子女平分的话 最好留好遗嘱 这样才能避免子女之间的矛盾 如果子女平分的话 一般是没什么矛盾的 反正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像和阿姨家的情况 大摆子和大姑姐的做法很不地道 不能什么好处都由自己占了 既然想要平分老母亲的财产 那当初照顾老母亲时 也应该一起照顾的 权力和义务都是对等的 你不能光享受权力 不履行义务 做人要讲信誉 何况是兄弟姐妹之间 更是要信守成城 要维护好亲情 因为父母的财产 兄弟姐妹之间反目成仇 实在是不应该的事 是不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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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